节目一开始 我们首先一起走进天山看转场 眼下正是新疆牲畜大规模从冬季牧场向春季牧场转场的时间 从3月14号开始 新闻频道持续关注了巴音布鲁克草原上的牧民才人一家 赶着400多只羊 100多头牦牛和50匹马 从冬季牧场前往春季牧场的旅程 这一路上风雪无阻 总台记者一路跟随 并记录下了牧民们赶着羊群 牛群 马群 跨过冰河 翻越达坂的足迹 我们知道 眼下新疆共有700余万牲畜正在进行春季转场 当地的各相关部门都在有针对性地为牧民们提供服务保障措施 那接下来我们先通过一个短片来了解一下那些默默守护着转场之路的人们 在新疆巴州河境县乌兰布鲁克村 牧民尼满一家的头羊在专场前安装了定位项圈 当头羊走出安全范围 手机就会发送告警信息进行提示 尼满以后能用手机管理羊群 放牧变得智能化 完成以上步骤 这群羊乘上了卡车去往春季牧场 今年乌兰布鲁克村69户牧民 2万多牲畜要进行转场 给头羊安装定位项圈 让转场之路更加高效便捷 我们也是想通过这种科技放牧的方式 使便于牧区更好的管理 减轻牧民的劳动强度 巴音布鲁克草原平均海拔约2500米 山高沟深 转场道路地形复杂 牲畜常会出现受伤等意外 为此转场开始后 巴音布鲁克镇就备好2700吨饲料 并成立了巡查队 在主要的转场路上巡查 帮助遇到困难的牧民 3月14号 巡查队刚进山 就遇到了从打板上摔下来受伤的羊 这是在那个摩西卡那个 组织然后就滚下来的 然后就自己简单地绑了一下 这个腿确实是断了 这个绑的圆简单嘛 一根木头不行 肿了一脚 小羊针先打上吧 你的羊过到时间就好了 巴涂乔龙家的一只母羊还产了膏 巡查队员帮忙把小羊羔用车 送到他家中途歇脚的蒙古包 不仅是南疆 在北疆的伊犁河谷 百万头之牲畜 也陆续踏上了转场之路 当地修建的果子沟专用木道 是大部分牧民转场时的必经之路 相关部门就在这里设置了转场服务点 准备了饲料和休息场所 免费吃饭在这儿 给我们的羊送些草 给我们的妈也送草 我们特别感谢 当地还增派人员对转场进行跟踪服务 为牧民提供气象信息 医疗救助 以及疫病防治宣传等服务 据了解 今年新疆700多万投资的牲畜 春季转场工作 预计将于5月初结束 正是因为他们的默默守护 转场之路才能更为顺畅 我们一直关注的牧民财人一家 也终于在昨天结束了这趟历史四天 形成近100公里的转场路 顺利抵达了春季牧场 那么财人一家昨晚休息的怎么样 春季牧场的环境如何 接下来财人一家有哪些打算呢 我们马上来连线 正在那里的总台央视记者苏萌 苏萌你好 到达春季牧场之后 财人一家现在的状态怎么样 来跟我们分享一下 好的 是呀 那么就如你所说啊 我现在已经到达了 牧民财人一家的春季牧场 从昨天中午的这场直播结束以后 我们也是持续的跟踪 关注财人一家 继续赶往春季牧场的这个路 行进的情况 那么昨天直播结束以后 因为整个天气 现在大家可以看到 昨天和今天非常相似啊 都是这种分合日丽 阳光灿烂 所以昨天的最后的这一段的转场路 也是走的非常非常的顺 在昨天下午大概五点左右的时候呀 财人和他的儿子松布尔就赶着羊群 来到了这一片春季的牧场 那么我身后呢 就是一个小型的羊圈 就是财人一家专门为转场路上的羊群准备的 为什么要专门提是为羊群准备的呢 因为财人这一次的转场路上 包括了主要是三种牲畜 包括了马 牦牛和羊群 但是我们在这几天的直播中 一直在关注羊群的情况 就是因为这里面的很多羊呀 它都是怀孕的母羊 而且还包括了十多只 正在哺乳期的母羊 还有他们刚出生不久的羊宝宝 那么现在财人的儿子松布尔正在给这个 大家可以看到整个这个圈设是一个圆形 然后专门开辟了一个小的扇形的区域 松布尔正在给这个 哺乳期的母羊正在给他们补充饲料 以便他们有更好的奶水能够补育小羊 松布尔你好 那么介绍一下 昨天你和爸爸赶着羊群到春孔场以后 现在整个的这个羊群 包括其他的这个畜群的情况怎么样 现在羊群和牛群马群都已经换过来了 然后昨天一检查的一遍 今天一检查了 然后情况都挺好的 都挺好的 就一切顺利 对中间也没有一些损失对吗 对没有 好的谢谢松布尔 那你们 哎呀我们看到这个松布尔在给羊群 喂这个金丝料的过程中 很多羊都过来来蒸着来吃啊 松布尔刚才告诉我们一个重要的信息 就是昨天下午到达以后 他和爸爸才人做的一个最重要的工作 就是迅速的清点了整体这个 这个深处的数量和他们现在的健康情况 那么我刚得到的这个消息啊 松布尔告诉我整体的 包括羊群在内的所有的畜群 都没有出现受伤或者死亡的情况 所以这趟转场路还是比较顺利的 那么才人也告诉我 在春季牧场生活 其实还是有非常多的讲究和技巧的 像这个羊圈 他就搭建在了 这个我现在正在爬的这个小山坡的 一个被封面的位置 那么这样呢 晚上山区的风力比较大的时候 这个被封面的羊圈 就能够给整个羊群过夜 提供一个遮挡 温度会相对的比较舒适 那么在这个小山坡的坡顶的位置 就是才人在春季牧场的新家 这个是一个崭新的蒙古包啊 看上去更大了也更漂亮了 在这个蒙古包的一侧有一个折叠式的太阳能板 那么这个太阳能板呀 它能够就 它就能够为这个蒙古包提供一个基本的电力的保证 那么蒙古包里面什么样 我们进去看一看 你好各位来 你好你好 那么进入到蒙古包里面 我第一个感受呀 就是特别的温暖 现在炉火烧得非常的旺 那么整个这个蒙古包进来以后 扫尸一圈 它的这个面积是比之前的这个 在冬季牧场那个简易的蒙古包 要大了大概一倍以上 它的层高也更高了 所以在里面感觉非常的宽敞 非常的舒服 现在可以看到这个炉火上正在炖肉 隔日来这炖的什么肉呀 牧牛肉 转场很辛苦吃一点肉 隔日来说的非常的实在啊 就是才人和他的儿子松布尔 这几天的转场路上经历了 包括雨雪风霜的各类的不利的 这个气候的因素 转场路的路程也有将近上百公里 所以比较辛苦 隔日来今天专门煮了牧牛肉 来一家人好好吃炖肉 那么环顾这个蒙古包里面 所有的包括这些床铺 还有一些基本的生活设施 都被隔日来现在打理的井井有条 那么这张桌子它既是一个茶几 它也是一个餐桌 上面摆满了包括水果 还有这个蒙古族牧民比较喜爱的苏油 还有一些面食 在这个蒙古包里面的一侧 我们发现有一个装置啊 这个装置就是当地政府免费为牧民 配置的这个叫移动电源 刚才我们看到蒙古包外的这个太阳能板 它发的电就会被存储在这个移动电源里面 然后保证整个屋子里面的包括照明用电 还能够带起一些小型的电器 所以有了这些设施和有了这么宽敞的一个崭新的蒙古包 才人一家在春季牧场的生活的质量 是要比之前在东窝子高多了 好的 各人来那你忙啊 那么在过去的几天里面 我们记录了才人一家从冬季牧场 转往春季牧场的整个的全部的过程 在这一路上 经历了突发的降雪等不利的天气 而且还翻越了海拔三千五百米的冰打板 那么索性的是整个的羊群畜群 包括牧民在内 大家都非常的安全 非常的平安的到达了春季牧场 那么才人在直播前告诉我呀 在接下来的两个多月 就是在六月初之前 他们一家人和羊群都将生活在现在 大家看到的这片春季牧场 那么整月底到四月初的时候 这段时间呢 才人和妻子又要迎来新一波 在春季牧场上最忙碌的时间段 因为这个时间段呀 整个随转场而来的怀孕的母羊 就要陆续的迎来产羊羔的高峰期了 那么在春季牧场这些 即将迎来新生的这些小生命 也会给才人一家带来了 在春季牧场新的希望和一年好的收入 还有收成 那么我们从新疆农业农村厅 畜牧兽医大数据系统得到的 最新的统计数据显示呀 截止三月十七号晚 新疆天山南北共计七百多万投资的 深处的春季转场 现在目前已经进行了百分之二十以上 那么预计呀 整个春季转场的工作 将依据气候的条件 一直会持续到五月份 那么我们也是在这里想特别的祝愿 所有即将踏上春季转场路的牧民 能够像才人一家一样 能够走上一条平安的春季转场路 好的主持人我在才人家的春季场 了解到情况就这样 好的谢谢苏莫为我们带来的报道 也让我们看到了转场之路上 一个个充满生机与希望的故事 也感受到了人与自然之间 微妙又和谐的生态平衡 那才人家的转场之路呢 也牵动了很多观众和网友的心 转场之路虽然辛苦 但是这种传统的放物方式 体现出来的是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 展示的是他们朴素的生态平衡理念 这样的轮木有助于牧草生长 维持草原生生不息 草儿好了 羊儿好了 牧民的生活才能更好 那新闻频道持续五天的 走近天山画转场系列报道 今天就结束了 我们也祝愿才人一家 以及所有牧民的辛劳 都能够有所收获 走近天山画转场的最后呢 让我们一起通过100秒的时间 再来回顾一下才人家的转场之路 对大点处理 对大点处理 走到那里 糊口 借路虽然 走到这里 马金城 在窄行 投降 后面 在窄期 准备 其是 回往 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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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使用 着 2 2 2 3 2 3 4 5